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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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是第二節 也是如是我聞的講述《哈利波特和摩佛》的第三節 第二下節 即是第四節 剛才講到《哈利波特》裡面 也有講到西方傳說裡面的《獨國獸》 《獨國獸》的國也如中國的麒麟一樣 是有解讀的 中國的麒麟也有解讀的 西牛的國也是解讀的 這個《獨國獸》的國的解讀 這個《獨國獸》就是在水裡頭 一兩秒就將那個 譬如是毒蛇走過 放了毒或者其他 昆蟲或者其他動物的毒都可以化解 但是那些人呢 一而就很想去捕捉《獨國獸》 是很困難的事情 是差不多是沒有可能 因為它是很機靈 而且走得很快 人是不及它機靈和走得快 所以是沒有辦法捕捉它 其他動物 屍豬老虎豹都未必扣它的機靈和聰明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所謂的缺點就是它有一個所好 它的所好呢 就是溫柔的少女的懷抱 其實呢 哪個人不喜歡溫柔少女的懷抱呢 這個少女呢 在傳說裡面呢 還要是處女 Virgin 當那個處女 溫柔地坐在草坪地的時候呢 是會自動走過去 然後呢 放自己的頭呢 進去少女的胸懷那裡 是不是少女的味道呢 引致到 獨國獸有這種這樣的動作呢 沒有說 不得而知 也不得而知 但是因為 它是依會住在 處女 美嚴的溫柔的 懷抱裡面呢 所以呢 也有人呢 依據這種方法來引誘到它 這個獨國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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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也可以是說它的缺點 好了 那我們先說這麼多獨國獸 先 那又講講龍這種這樣的動物 但是龍呢 在中國來說呢 差不多呢 是代表了 皇帝 我們有一首歌呢 都出名了 叫做龍的傳人 是我們中國人呢 就說自己是龍的傳人 那龍這種動物 在世界上有沒有呢 很難說 但是我呢 就認為沒有的 但是也有人呢 在西藏的天空呢 曾經說見過龍呢 出現 那這個不得而知了 那麼中國的龍呢 最早的時候呢 的出現呢 在差不多二千幾三千年前 那麼 我們發現的龍呢 在考古學來說呢 最有價值的一次呢 就是找到一個屍體 一個藏毛的屍體 這個屍體是一些白骨來的 沒什麼奇怪 但是它的藏臉方法呢 就值得我們深思研究了 它在左邊 是有一條龍 這條龍呢 用背殼 用背殼砌成的 一條龍 在右邊呢 就是一隻 用背殼砌成的老虎 老虎呢 當然呢 在中國就出現了 這個是中國裡頭的猛獸之一 武總呢 三本多個歌 都是打虎成名的 但是呢 龍呢 就真的 有沒有呢 就是一個傳說 這個呢 這個呢 也是呢 所謂的風水學上呢 或者是 這個 佈局上呢 所謂青龍白虎 左青龍 右白虎 那麼這個 在武裝底下呢 就很清楚看到 在二千多三千年前呢 已經是有 青龍 白虎 或者龍 和虎 兩個 不同的動物 他們的 作為一種 原學上 或者實質上的保護 保護著現在下葬這個人 他們是相信 有青龍 有白虎的 也相信 有龍 有虎的 那虎呢 不是奇 因為中國的虎呢 南方北方都有 在南方的虎呢 在香港 戰前呢 華南虎呢 也打過一隻 看一幅相呢 就幾重幾大隻 在大埔附近 另外一隻呢 看到它的虎皮 這個呢 在赤柱的天后廟 黑色的 那麼究竟這隻 是不是 黑虎呢 那麼很多人都問 這個老虎 如果在當地赤柱打倒 究竟它是怎麼樣 從九龍半島 游泳過去嗎 還是怎麼樣呢 都是成一個疑問 但是呢 現在大家去赤柱的天后廟呢 在牆上呢 都可以看到 還有記載 值得去開開眼界 但是龍呢 就未曾見過 有標本 有啊 其實沒有 不是沒有 龍的標本 都小隻的標本呢 在日本呢 某些字院呢 是 陳列過的 但是呢 很多人都 相信呢 是假造的 不是真的龍 的鞋骨來的 那麼這個 後話 那麼 但是中國 在幾千年 兩千幾七千年前呢 雕塑的龍呢 並不是好像今天 我們見到呢 一條呢 好像是蛇 又好像呢 有六角 六的角 有爪 有輪 有蘇 而且在空中呢 在雲裏面呢 是翻騰的 是很矯折的 他原來當年呢 在玉雕上高呢 那隻龍呢 是隻 像 那隻肥豬 所以我們呢 叫 那隻 玉 當年呢 雕塑的這個龍呢 是一隻 龍豬來的 那麼慢慢呢 經過歷年呢 演變呢 就成為了呢 現在今天 很威猛 的一種呢 動物 那麼 也因為經過很長的時間呢 將這種威猛的動物呢 化作成為呢 就是呢 皇帝 皇帝 皇帝的 化身 就是說呢 天子 不單止是天的兒子 那麼簡單 而且還是呢 龍的化身 是龍的 傳人來的 真正的代表 是龍子龍孫來的 因為呢 有這樣的身份呢 所以呢 它特別呢 是令到人呢 尊敬 還有呢 威夷呢 是 令到很多人呢 震怕 這個呢 也可能是統治術 使得呢 大家不敢作犯 所以這個龍的象徵呢 是 王族 當年呢 那個黃啊 黃色的黃啊 是不能夠亂用的 龍呢 很多是黃色 龍袍是黃色 但是龍袍有很多種藍色 應該日後再講講 有藍 有恩不同的 就是黃色的黃色的 扮演的角色 祭天 祭地 祭祖先 這時候呢 他穿的衣服呢 顏色呢 都是 有規定 是有不同的 這個明清的時候呢 是一個很嚴格的 穿龍袍的 秩序來的 好 不講那麼多 講西方的龍 西方的龍呢 也是很奇怪 其實呢 這個翻譯呢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當年呢 是變成 Dragon 是變成龍 Dragon呢 這個字呢 相當之有才 在耶教 就是西方來人的神話裡面呢 古蛇 古時的蛇 火龍 會吐火的龍 這些呢 都是撒旦的化身 我們看到呢 一些 現在卡通片 這個王子去救個公主的時候呢 攻進去 魔龍的宮殿 或者他的 堡壘的時候呢 這隻巨龍呢 出現 口中呢 會噴火的 噴火之餘呢 力大無窮 他的尾巴擺擺呢 可以呢 橫掃千鈞 萬夫莫敵 就只有 這個王子 或者是這個 這樣的英雄 騎著一隻進馬 為了救公主呢 而能夠呢 戰勝魔龍 這個呢 後面呢 有他的文化典故在這裡 這日後我們再講 而呢 當日 在希密萊的神話傳說裡面呢 他們第一本 《摩西五經》的第一本 就講到呢 《創世記》 《創世記》裡面呢 就是在伊典園裡面 上帝創造了人之後 當然呢 也創造了蛇 蛇呢 就將 下蛇 引誘 引誘 引誘到他呢 是偷吃了禁果 禁果吃了之後呢 他不單止自己吃 而且呢 還將禁果交給他的丈夫阿當 吃了 這個呢 傳說故事呢 就是使得人呢 所謂有原罪了 這個就是原罪的起源 是不是因為 吃了之後 能夠發現自己坦身露體 醜怪 而成為一個禁果呢 我認為 不是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 上帝吩咐了 你兩位人類的祖先 任何水果 任何東西你都可以 去吃 只不過 這棵樹 裡面的禁果是不能吃的 這個是一個命令來的 這個 不是一個勸告 如果你是相信上帝的 你是服從上帝的話的 你就不應該去試它 去試食 即使你有很大的好奇心 或者呢 魔鬼 假借這隻蛇 這條這樣的蛇 你怎麼千方百計去引誘你 你都不應該堅定下來 是不能夠違反 創造者 你們的天父的吩咐 這個是最大的罪惡 因為你不相信 不去 嚴肅地遵守 這個這樣的指示 那後來呢 你吃了之後呢 就變成你犯了罪 被趕出伊點園了 你以後 女人就會懷孕 經過痛苦 而生產你的子女 男人你就因為要養頭家 所以呢 你就要生勤 無論你是耕種 或者是畜牧 或者採襲 或者是餘孽 你都要不為餘力 而蛇呢 最後的懲罰 就要爛了 爛的意思就是 沒有腳走在地上 隨便一聲地轉 土皮都擦傷 擦損 這個就是希伯羅人的神話 這個蛇呢 也是跟龍一樣 是變成呢 古蛇 有一條大蛇 但是蛇呢 的故事呢 太多 在聖經上呢 未必定是 奸的 未必定是古蛇 未必是實在發生 可能是醫療啊 的銅蛇 也未定 不過這個呢 我們今天呢 時間呢 就是已經 差不多 不能夠再跟大家 講下去 下次呢 下星期 四 同樣時間呢 會跟大家呢 繼續講 這個 哈利波特 魔法裡面的 所謂 什麼事 多謝各位收看 多謝各位的協助 真是感激不盡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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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